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胖子胖子 嗯? 你看这个 这东西 这个颜色里不是有一件的吗? 什么? 有没有关系问我啊 我之前那条是天蓝色 这条是湖水蓝 不一样的 好,你这样行吧,你就买吧 胖子胖子 这包包不错 哇 这不是跟你今天呆的一样吗? 你有没有关系过我啊? 这包包从走线到设计到用途都不一样好吗? 好,好 那你行,那就买吧 买买买买 看,这个好不好,我买这个 分买机 你看我们家平时做饭都是我做 你厨房都不进,你买这个干嘛 哎,真不生气了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健康着想啊 你看你每天的应酬 喝得醉醺醺的回来 网上传言说啊 喝酒之前喝点酸奶 不伤身啊,懂不懂啊 一天都不理解我啊 好好好,买买买 谢谢 来自东莞的关平先生呢 就有问题想向我们的节目组求助 那他发了一条微信给我 那现在呢,就看一下他有些什么 想让我来帮忙了 那他就说,先喝酸奶再喝酒 是不是真的不伤身呢? 还有,如何可以制止老婆买买买买 关平先生,第二个问题呢 怎样可以制止老婆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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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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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我們的胃壁上形成一層保護膜 從而防止酒精 直接對胃膜造成傷害 繼而達到飲酒不傷身的作用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調查員嘉嘉來到廣東釀學卷實驗動物中心 和江教授一起用實驗解開移環 這次的酸奶實驗除了有江老師跟我們講解之外 還有陳老師來跟我們實際操作 除了有兩位實驗人員協助我們之外 還有三位特要嘉賓將會加入到我們的實驗當中 江老師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這一次的實驗 要拿大白鼠來進行呢? 因為大鼠的話它的基因跟人的相似度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們通過大鼠的實驗的話 就可以推測到我們人體的一些實際的情況來推測 那這一次我們的實驗是如何安排 要怎麼去操作呢? 那我們這次實驗的話呢 來進行層層三個組 第一個組的話我們做個對照 對照的話我們就給它這個大鼠給它灌這個蒸柳水 蒸柳水就是這一支大白鼠? 對 第一組的大白鼠將會飲用普通的蒸柳水 作為空白對照組 而第二組的大白鼠呢 只是喝了酒而已 第三組的大白鼠就要先喝酸奶再喝酒 為了令到實驗效果比較明顯 這次大白鼠要喝的酒不是啤酒 也都不是白酒而是醇酒精 乳醇 那麼我們這次裡面的實驗的話呢 我們就通過用米醇 用酒精來這個進行給它每一隻老鼠的話呢 就是換一毫升 那麼一毫升的話大致相當於我們人 成年人如果六十公斤的話呢 喝了兩兩五十二度的白酒 那其他的喝水還有喝酸奶又是喝多少呢? 跟它是平行 那麼我們喝水的話也是喝一毫升 那麼當然如果這算人人的話 相當於喝五十毫升的水吧 然後酸奶也是一毫升 一毫升 折酸過來也是五十毫升 大致就是這個 對 OK 好 那麼我們聽完剛老師的講解之後呢 現在我們就要去吃一毫升 現在就有請陳老師來實際操作了 謝謝陳老師 接下來我們就要餵第一隻 就是最右邊的這隻大白鼠呢 是喝一毫升的水 接下來 向第二隻大白鼠注入一毫升的月巡 也就是純酒精 那麼現在呢 就有請陳老師 就將一毫升的酸奶 灌下去我們酸奶組的那隻白老鼠那裡 那因為酸奶呢 在胃中要有一段時間的反應 所以我們會給它十分鐘 那反應過後 一間再注入多一毫升的酒精 給第三隻的小白鼠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那經過了十分鐘的胃部反應之後呢 現在陳老師就可以將這一毫升的酒精 注入去我們這隻酸奶組的白鼠身上了 三隻大白鼠都分別注入了不同的液體 我們繼續等待三十分鐘 讓液體在白鼠體內充分反應和消化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喝水鼠的話呢 他其實他現在整個活動的情況 他現在整個活動的情況大概千萬少 現在他怎麼動啊 因為老鼠的話 這個大鼠的話 跟我們人的這個 周囲的接連也在活動 他是晚上的 主要是騎士活動 晚上活動 白天的話呢 活動比較少 所以呢其實 他這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們可以 他的反應來說 他還是比較靈敏的 是吧 反應比較靈敏 然後那些活動來就比較舒服 比較舒服 只是喝水的大白鼠 和喝水之前的沒有太大不同 反應仍然很靈敏 小小的風吹草農 都會令他提高警惕 依然是一隻十分清醒的白鼠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酒精組的話呢 我看他反應好大 我看他好像 這個的話呢 他這個 對 這個酒精組的話呢 很明顯 我們給完酒精組的話呢 他整個症狀來說 有點抑制 有點抑制 而且他的活動的話呢 是 不是自如的 有點趴著的地方 是吧 很明顯的感覺 他已經被一點抑制了 而且剛剛我有看到 他明顯的抽搐 就是手腳如果在抑制 他這個的話呢 就有一點 這個酒精濃度比較高 慢慢觸動到這個 關在胃裡面 他也跟其他 一些這個危機的 一些收出的 一個精華也會有發生 可以明顯的感覺 他整個活動的話呢 是減少 非常有一點 有一點抑制的狀態 有一點抑制的狀態 而只是喝了酒的大白鼠 神情就有點呆了 在江教授 他搖個黑的時候 他都毫無反應 江教授推測 這個時候 他的大腦 已經被酒精抑制 通俗一點來說 也就是醉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隔了十分鐘 前後有微酸奶 跟酒精的這隻白鼠 他的情況呢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這個喝了酸奶 再放了酒精的這個 這個酒的話呢 就是這個老鼠的話呢 感覺這個就是明顯的 這個症狀 這個比這個 喝了酒的話呢 症狀會好一些 它活動基本是滋滅的 那麼這個酸奶的話呢 是可能也是在裡面 可能被這個酒精 有點稀釋的狀態 也會有可能 雖然第三組的白鼠 在鑄入酸奶過後 也是鑄入了一毫升的酒精 但是醉酒的狀態 並不明顯 那江老師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 通過他們的表現 來下結論 下定論 當然從外表來說 我們可以看 但是我們要認知光的話呢 其實我們其實 通過解光來看 再看它 就是非常多的 人間的 人間的常常的情況 對 是的 在這裡 我們都要感謝白鼠家族 對我們科學研究的貢獻 因為解剖畫面 可能會引起觀眾不惜 我們將會做特殊的拍攝處理 那麼到底酸奶 會不會保護胃煉膜 從而降低酒精 對身體的傷害呢 答案即將的竅 我們進食所有的食物和液體之後 都要通過腸胃消化 才可以對身體起到作用 那麼所以我們取出了 三隻大白鼠的胃煙膜做觀察 這樣就可以直觀地看到 酒精對腸胃會造成怎樣的傷害 以及酸奶 到底可不可以減低這樣的傷害 現在反面上放著的三個位 就是剛才陳老師 在三隻大鼠身上拿出來的 謝謝陳老師 同時也要感謝這三隻大鼠 對於我們科研作出的貢獻 那麼現在就要請江老師 跟我們講解一下 這三個位有什麼不同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剛才通過這個喝水的對角度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胃的話 這是正常的一個胃 那麼它這個是比較實情 沒有沖泉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喝酒的話 跟胃的話 這個胃電腦可以很明顯的 可以看一下 這裡面的話都有一些沖泉 這個很明顯的看到 在右上角的位置 跟我們正常的位置 是非常之大 而且現在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有很明顯的沖泉 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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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沖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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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喝水的大白鼠的胃電膜 是呈清潔狀態 沒有任何出血點 但是健康的體現 而注入了一毫升酒精的大白鼠 它的胃電膜質比較混濁 主要是佈滿了沖泉 以及胃電膜的血管都明顯擴張了 簡稱是胃出血 這個也是為什麼有些人 喝多了會吐血的現象 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沖泉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喝酸泥 能否保護得到胃腸血膜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的話 如果跟喝酒的相比 你講來說的話 它是沖泉 直接喝酒 對 它這個輕的多 跟正常來比 相對來說是基本一致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發現 在這個位置的話 它這個胃電膜的部位 還是有點沖泉 還是有點沖泉 那麼從這個點 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如果是說它雙軟的話 它可能無形中的話 確實是可以保護一下胃 因為它有可能會抵打一下 對酒精對對的溫度和刺激 其實我們通過這些食物來說 在空腹之前 我們先吃點食物的話 其實也可以 也可以起到這種 緩和的這種作用 當然這種 並不能說通過一種 偏方或者通過一些 我們放錢 先吃點東西 然後大量的東西 其實也是個不科學 因為這樣的話 長這些需求的話 對這個溫度 始終是有所害的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 空腹喝酒 對胃腸道的傷害是最大的 喝酒之前 喝點酸奶和吃點東西 電腦 確實可以有效降低 酒精的直接傷害 但如果不加以節制去喝的話 無論是牛奶 只是酸奶 都無法保證 酒精不傷身的 上一節當中 我們就調查了 在喝完酸奶之後 再喝酒 會不會沒有那麼傷身的問題 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如果你喝酒過量的話 無論是喝酸奶還是牛奶 都是無補於事 所以為了我們的健康著想 還是不要過量地喝酒為妙 而至於關先生家裡的酸奶機 她說她的老婆最近又有新搞作了 來 喝了嗎 我剛吃完飯 飽得要死 喝不下去 就知道你飽才要喝 你知道嗎 這酸奶對身體好啊 廣告上不是說了嗎 酸奶可以改善你的腸道 廣告上不是說她的女主要消化 她這個女主要消化嗎 現在大家的生活就越來越好 家家戶戶 餐桌上少不了的就是大魚大肉 但這些大魚大肉吃多了 也會膩 也會肚子 那怎麼辦 酸奶廣告就出來說 喝酸奶了 飯後一杯酸奶幫助消化 幾乎成為了酸奶的代言口號 不過這些 到底是廣告誇張之詞 還是真有其事呢 你有沒有試過吃到飽飽滯滯滯的時候 就喝酸奶 有的 覺得效果如何 都可以消化 都可以消化 酸性物質應該可以作消化 我覺得 可能都可以 為什麼 有些什麼 化鮑 那個什麼 魚酸菌 魚酸菌 我平時都有喝開 但我先生之前也是說 喝酸奶可以 酸奶和茶葉茶 我爸爸是 酸奶是以牛奶為原料 經過巴士殺菌後 再向牛奶中添加發酵劑 經過發酵後 再冷卻罐裝的一種牛奶製品 跟牛奶相比 酸奶在發酵過程中 除了令到純牛奶的乳糖 大部分轉化為乳酸外 其他營養和牛奶是沒有什麼區別的 為了知道酸奶當中的乳酸 可否幫助消化 我們現在就來到廣州大學生化實驗 來做一個實驗 老師 我們準備了兩杯一百毫升的胃胃蛋白梅 以模擬我們平時遵食食物之後的腸胃消化環境 然後分別在兩杯胃液中 加入同等份量三克的米飯 三克的瘦肉 以及三克的蔬菜 模擬我們開始吃東西 最後其中一杯胃液呢 要加入十毫克的酸奶 老師我想問一下像米飯 蔬菜還有肉哪一個比較難消化呢 是肉類 肉類食品當中的話還有油脂 油脂的話在人體腸道也是比較難消化的 其次是米飯 三者對照的話 蔬菜是比較容易消化的 那我們要怎麼才能知道說 酸奶有沒有一個去消化的作用呢 現在的話我們做了兩個實驗小組 一個的話是加了酸奶的實驗組 另一個是沒有加酸奶的實驗組 然後這個條件是 我們是模擬人體消化的機制 所以這樣子對比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酸奶會不會有助於消化 對 那我們等待的時間要多久呢 我們就等待兩個小時以後 就看兩個實驗小組裡面 食物殘渣的量殘留多少 如果食物殘留量最少的那個 是對應於加了酸奶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明酸奶是有助於消化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需要攪拌嗎 不需要 因為我們人體的胃的話 也是在這種靜止 所以要靜止的環境 你不會說刻意去搖動它 放動它 對 不同的食物在人體的消化時間 也是各不相同的 例如水分多的食物 兩個小時左右就可以消化完 而油膩和硬的食物 一般需要四個小時左右 傳聞中的酸奶可以幫助食物加快消化 根據我們剛才加入的米飯和瘦肉的份量 我們設定了兩個小時的消化時間 好了已經過了兩個小時 那老師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去看一下結果了呢 可以了 可以是吧 那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 到底酸奶可以起到促進消化的作用了 但是老師為什麼 我發現兩個都差不多啊 那個肉還是那麼大塊 然後那個菜也是那麼大片啊 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現在的話我們還是不能看這個消化效果是怎麼樣 我們還有一個實驗過程就是一個過濾 過濾後我們看那個食物殘渣 看得怎麼樣 我們看就可以對比中哪個消化好一點 那老師你不早說害我看了這麼久 來交給你了 好 失驗完先將兩份食物殘渣中的水份徹底過濾 然後緊張自己的部分來了 快點上機請下 到底哪種樣品的食品消化得比較多呢 老師 老師經過測量之後得出的結果是多少呢 我們看一下 這份是加了酸奶的 現在的質量是46.18 而這份是沒有加酸奶的 現在的質量是49.44 所以對比起來加了酸奶的它的重量的確是輕流 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酸奶的確可以促進食物的消化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酸奶一發的過程中 它把糖還有蛋白製成的大酸酸酸的話 水減微小酸酸酸 比如說半乳糖 小的胎鏈 還有氨基酸等 可以使它的一些營養素的利用率可以提高 除此之外的話 酸奶在發酸酸酸中還會產生一些有生素 比如說微生素B1 微生素B2 微生素B6 還有微生素B12 其中呢 微生素B1的話 是有助於糖味的一個消化 而微生素B2的話 是有利於人體對鐵的一個吸收 原來 酸奶的發酵過程 令到奶中的糖 蛋白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比水解成為小的分子 好像是半乳糖和乳酸 小的泰連和氨基酸等 奶中脂肪含量一般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經過發酵後 酸奶中的乳酸菌 可以有效增生雙其幹菌 抑制腸道中有害菌的活動 令到腸道環境得以改善 從而提高食物的消化率 從另一個角度出發的話 酸奶中的乳酸菌 能夠維護腸道聚群的一個生態平衡 擔當著乳酸菌的酒色 增強消化功能 提高食物消化率 楊老師 你剛剛提及到的那個益生菌呢 我發現平常我們所買到的酸奶 上面也有寫著 像我現在手上拿著的這個 也有提及到什麼 新一代的益生菌 所以這個益生菌到底是什麼東西 還有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一個保護腸道的作用呢 益生菌就是一類定質在人體腸道中 發揮有益作用的活性維生物的總稱 在這些細菌當中呢 有小部分它是不利於人體的健康的 我們稱這部分成為一個致病菌 而大部分的話是有益於人體健康的 比如說它能代謝一些有激酸啊 多態啊還有一些維生素等 對人體有益的物質 我們就稱這部分的細菌 我們就稱為益生菌 所以說飯後喝一片酸奶 有助於消化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酸奶中的話它含有多種鎂 而且可以促進一個胃液的分泌 它能夠加強一個消化的作用 經過食鹽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因為酸奶中的乳酸菌 可以產生益生菌 而當中的胺基酸奶 可以有利於改善腸道的環境 從而幫助消化 還雖如此 不過過度的飲酒和飲飲暴食 畢竟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為了大家的健康著想 都是要合理地進食 那麼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下期同一時間我們再見了 拜拜